今天非常开心 我们可以邀请到入星座生活整合服务的整理师黄萍 还有我们的嘉欣来到现场 两位好 哈喽你好 哈喽你好 我觉得两位真的是很不容易 因为我们切入到这个家室服务 它是一个一般有刻板印象的 可是到你们这边你们是想要扭转的 但是先讲一下那个渊源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机缘切入到家室服务的这一块呢 我们请嘉欣先来跟我们分享 我一开始其实是在饭店工作 从国中到大学甚至出社会都还是在饭店 那后来中间有一段时间去做了仓库管理 那前阵子疫情就会变成说我原本的工作有状况 那我就在思考下一步路该怎么办 我的女朋友就跟我讲说 那你又在饭店又有服务的那种很棒的服务理念 你又在餐馆你又很会整理 那你要不要考虑先去从清洁或是做整理师开始做起试试看 是 那时候才脑洞才一看 好像有听过这个产业 然后去找了一下这哇塞 这不是串起 这是拔地而起的那种震撼 所以我们就决定好自己干 对啊 其实大概这几年大概都有整理师为主题的这样的影片出来 可是真正我们台湾然后像这么亮眼的两位年轻人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的装扮又这么的体面 然后各方面的就是一个专业人士来的 可是我们愿意投入这个领域 而且还把女友拉进来做 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你是怎么过程然后被他说服的 我原本是主持人近十年但是呢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婚伤喜气没有人结婚政府也没办法活动 所以呢疫情就 惨淡就几乎是近乎零收入 然后他提议就说啊既然我就看到他其实这么专业的人 会做家事 然后又会整理 那是不是呢就应该要去推崇他 然后呢进入这个产业 可是因为比较偏不会接案嘛 但是我已经自己接案近十年了 所以呢我有这个能力我就想说辅佐他帮忙他 那是不是家事产业还是刻板印象中是需要女生来服务的 所以呢我就推着推着我自己一起下来做了 可是我真的觉得 有男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家里如果需要动线移动啊 整理要把他家具 改到别的地方 难道是我跟这个孕妇一起去移那个衣柜吗 完全不可能 所以做家事啊整理啊一定要有男生 有女生 这样的话效率才会好 你们真的是非常好的搭配 非常好的partner 然后你刚提到孕妇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孕妇 然后他也是真的需要 然后你们真的帮到他的忙 要不要举这个例子 还蛮多孕妇都 是因为可能搬新家嘛 因为成家立业之后就买新房子 那就会需要我们来上架服务 可是先生他就在上班 整个家里只有他一个人 你想想看 不管是单程公寓 还是透天 跑来跑去 爬上爬下 对于孕妇真的是很大的负担吧 对 其实他们只要愿意开个头 甚至有的是先生 哪就找整理师来 听说这个工作最近很夯 你去找整理师来 对然后又有我们的服务 到后面的效果很棒 很多妈妈都觉得 谢谢你 你终于解决了我的困扰 对他真的是瘫在沙发 谢谢你 你真的解决我很多很多烦恼 然后他就会在妈妈社团 一直帮我们分享 所以我们就很多很多的 妈妈说拜托快来拯救我们家 其实我遇到蛮多的孕妇 有这样的状况 不管是因为 可能你要 整理到一半去补卤的 也有可能嘛你里面有一个 然后又带一个 还有你就已经在 不舒服了 走来走去就出血的 也有 所以呢真的非常需要另外一个 帮手来支援这样子 那我想要问一下就是 刚刚其实有提到影片嘛 那有所谓的这种移物管理 移物整理师 那你们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 很特别的例子 对不对 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 之前呢就是有一个客人啊 因为亲人过世之后 在海外工作 然后亲人过世 他就想要把他所有的物品 带回来台湾 可是呢因为海外的那个房子 比较大街嘛 所以带回来台湾之后 他就租了一栋房子 就专门放他 过世的物品 可是因为这总共有大概 快要五六百箱 他也没办法在台湾 要一边工作 一边整理 一到三楼的物品 所以呢就委托我 那他本人也不在这个中部地区可能在北部或者是南部啊 他直接把钥匙委托给我们 包括他的整栋的 比如说家具啊 层家要怎么组装 代购代买 都有我来 为他服务 然后 整栋的规划 让他原本想说 不敢 去面对他的亲人的遗物 到后来 整理好之后呢 他可以看到 他每一个 物品啊 都被我们 摆放的非常的漂亮啊 然后让他有 就是 幸福的回忆 他是非常感谢 我们能够 帮他整理 这么好的 嗯 那我想要 请问一下 就是 我们在做这个 家事服务的 其实他是很 很可以做异业结盟的 对不对 没错 我想要请问嘉欣 在这个地方 你的想法是什么 嗯 其实我们 从一开始的 两人 小团队 做到来 我们决定 会想要找团队的 契纪在于 两个人做真的很有限 嗯 对因为 要么做不好 要么做得好像跟没做一样 那 再加上 其实家事产业是一个 很笼统的简称 是 他的范围广到我们自己投入之后才发现很难想象 你要讲的话像我们有在做的清洁跟整理 那其实你硬要讲的话房子的室内装滑 家具的采购 甚至是搬家打包 这都是在所谓的家事产业内 那其实我们只有两人公司 真的没有办法 应付这么多装滑 所以那与其 我什么都会不如我们 找Punner 对我们找伙伴一起来做这样 对因为 我们有我们的专业 伙伴有伙伴的专业 那大家去打造这个 完整的一条龙服务 甚至可以说到你如果您决定明天就买了新房子 从你签约那一刻开始 到清洁 到家具采购 到装 甚至到室内设计 到装潢 到搬家公司 帮你车家具 这都我们都可以一天帮你做一个完整的服务 对 其实 你们不是 一次到位 就 其实你们在短短两年之内 就已经取得蛮大的成功 可是在一开始也是 有让你们需要去做检讨的地方 比如说 他明明就想要 去做断舍离 他断舍离 不好 他断舍离不了 然后他就觉得 慢慢他那个火就焦熄了 请那个 我们的 平儿 平姐儿 帮我们 稍微分享一下 这一段 主要是因为啊 通常要找我们整理的人 家里就已经很乱了 可是呢 就像减肥一样 如果呢 你已经累了一整天 结果发现没什么效果的话 你很容易就会放弃 所以呢 我们整理是到你家 一样会帮你先下架完之后 然后请你筛选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累人的工作 那如果你一次只有两个人 那就只有一个小区域 那你就看到其实你家还有一到五楼 都需要整理的话 那不如就找个两三a 四五个人一起去处理你的家 一次可以让你看到更多的改变 你会发现 原来花钱 你可以看得到效果 那你就会愿意发现这是值得 就是 可以尝试的一个方法 好不容易提起来这个信心 预约下去了 结果呢 没改变 你会很沮丧 可是呢 你多要花钱了 不如让他看到一些改变 那你就会觉得 这个是有办法做到的事情 那你就会 更有自信 然后去 维持你的家 嗯 这个其实 就是类似 钱到位 人到位的概念 也就是说 你们真的很会去跟 这个 巫主 或者是业主 去谈他的需要 然后 就是有一个 服务的一个 范围 然后去把这个价格定出来 所以定出来之后 你们自然会给他最好的服务 是这样的意思吗 其实一开始啊 我就会先询问一下 你为了什么而整理 嗯 是因为你家里有新成员吗 还是因为要搬家呢 还是你就是单纯觉得乱 这些呢 你要先定义好 心意 心态为什么想整理 那接着是 希望能够画出你的生活蓝图 你希望整理到什么样子 什么样的程度吗 如果你只是想要整理这里 那可能就是因应你需要的 理想值 然后我们去派 相对的人手 那还有因为你的区域不同 我们要派 专业这个 可能整理这个区域的整理是过去 这样 而且其实 我们可能会觉得说 在做整理师这个部分 他很重要的是断舍离的理念 但是我知道说 凭杰儿你可能对断舍离 觉得还不够 还要再延伸 最重要的精神 在什么地方 可以把这个家事做得很好 其实真正的整理 真不是断舍离 而是找到你内心 珍视的物品 我觉得这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如果 NICOLE了解自己啊 刚刚有提到的是衣服类的 如果你了解自己的形象 穿什么最漂亮 那你的衣服里面啊 就会找到符合你的肤色 你的职业嘛 穿出最亮眼的自己 每天穿得漂漂亮亮的 是不是非常的开心 所以呢 找到自己之后 你就会每天 过得越来越开心 那除了衣服以外 还有你家里所有的区域 都可以是因为你重视它 然后呢 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好 是 那我们再回到嘉欣身上 嘉欣你自己本身是一个工人家庭 可是你对工人的一个诠释 其实是很深入的 你希望就是在你身上体现的是匠人 对不对 这个服务 这个部分可以跟我们稍微讲一下吗 嗯 我们自己投入之后会觉得说 其实家世产业 目前大家会觉得是一种 偏低下的一种偏见 其实起源在于我们自己从业人员本身 对你会常看到我来打 我来你家打扫 我就穿个短裤夹脚脱 对然后就跟你讲说我要来打扫 那其实像我爸爸还是做模板工人 他们在订模板的每个角度 每个用料 他们其实都是很要求 对用不好整个房子都 不要说盖不起来 盖到一半塌下来都有可能 对那其实对于我的影响 我会觉得说 最基本的我们要从我们的服装英容开始要求起 那再来下一阶段就是你所谓的专业技能 你想要 有业主要给你一个 你想理想的报酬 相对的你要首先要做到 对自己专业技能的尊重 对不管是服役 这也就是一种专业 那种尊重 还有再来就是所谓的 专业技术 你的药剂 你的服务 你的手法 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进修 这样子 好喔 那我想要请问一下 虽然才两年多 然后已经有我们的成功了 可是我们心中的对于短中长期的计划 有没有规划出来 对我们目前的话 处于短期阶段 毕竟才两年 我们想要找到我们 我们理想的完整 完整服务的 创业伙伴 对不管是所谓的搬家 或者是所谓的室内设计 这都是我们两个的团队 目前所欠缺的 对那如果我们 伙伴找到之后 在我们未来的 三五年的中期计划 我们希望我们一起 有共同理念的伙伴 把我们的理念 还有他们各自的专业技能 传承下去 对要一起提升这个 低下的 概念我们把它拉伸起来 家事不是只是简单 我来人家打扫而已 对那当然我们会有最终的 最终目标就是 我们希望所有家事产业人 可以很骄傲的讲说 我是整理师 我是清洁 我是清洁师 而不再是我只是打扫的 真的 因为 在你们的工作上面 不只是价格 更是价值 都看你们怎么创造 然后你们的用心度 真的很重要 我想要问最后一题 就是对于未来有这个机缘 然后他可以投入家事服务 这一块 而且可能是因为你们两个 兴起了他们想要投入的 这样的念头 那你对他有什么样的一个鼓励 我会希望能够提升自己的自信度 因为呢 我们是要来服务 对方嘛 因为他没有时间 可以来整理他的自己的家 但是呢 他也是 专注于他的事业上面 那他把他重要的时间呢 留给他最重要的家人嘛 那他愿意把这一些些部分的金钱 然后来 尊重你的专业呢 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尊重我们自己 然后呢 去服务好他家 那我们想要得到什么样的服务嘛 就是要一样 反过来去服务别人 所以呢 我们就是要把自己提升好 然后呢 并且有自信 然后要了解更多的沟通技巧 因为家室呢 有的时候是 我们做好我们该做的地方 可是也许不是他要的地方 所以这个在过程服务的过程中 沟通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要了解客人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是 而且其实我们的品杰已经有课程在 带着大家 然后往这方面的 无论是专业啊 或者是说我们日常生活用得到的 这些技能 他都已经有课程了 而且他不只是我们家室的部分 他连行销他都 教我们要怎么样的去 比如说经营自媒体啊 也是因为经营自媒体的关系 然后我们可以找到更多属于我们的课程 对不对 好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 可以邀请到两位 我们的入星座生活整合服务的整理师 黄萍以及我们的嘉欣 谢谢两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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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